各位朋友,我们用六个符号英文法来考英文的写作 那么英文的写作对于很多朋友来讲 这真是一个非常辛苦,非常害怕的 因为大家的英文毕竟还是有限 所以要用英文来写自己想的东西是非常的困难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利用六个符号英文法来写出一个像样的东西 考试得到好的成绩 首先第一件事情,各位要练习快想中文 那么过去你在考写作的时候,可能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背诵一些好的句子,然后放进去 可是这样子有时候放的不伦不类,根本跟上下文没有关系 第二个,你就是自己写 可是你的英文结构,英文的文法又不是很彻底的了解 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乱七八糟,根本拿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非常简单的三个招数 让大家写好英文 首先就是快想中文 各位你要记得,你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太多了 用中文你可以百分之一百 而且可以很简单的表达你完整的意思 那么先把中文想好,再带入英文里面去 就是利用六个符号,带入正确的英文结构进去 如果再能够加上一些变化,你的成绩就更漂亮了 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第一步,快想中文 那么你在考英文写作的时候 你先想到这一句,假设你要写出这个中文 学英文,我绝不会半途放弃 这对你来讲,毫无问题就可以写得出来 现在有了第一步,带入英文 各位看到英文里面一定有一个主词,一个动词 一个主词,一个动词 我们看这个中文,学英文,学是动词 那么谁学英文,当然是我咯 我学英文,一个主词,一个动词 我在这个地方放弃又是一个动词 我这个放弃 所以只有两个主词动词,就叫做两个句子 而我又想把这两个句子并在一起 所以我把其中一个句子变成了子句 来帮助这个母句 这个就是非常合乎文法的句子 那么子句就是要带出一个子句的字 这个字我们带什么呢? 我们带个当 当我学英文的时候,我绝不会半途放弃 各位,这样子的英文结构 你只要简单地受过六个符号英文法的训练 你就会非常清楚 你的脑海之中就有这种正确的英文文法结构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带进去 首先我说当,会 主词是我,叫做爱 学叫做learn 当我学English,英文 好,这是一半了 我放在这边 放弃放在这边 这中间来个主动词叫做will 我将never,never就是不会 不会,这是一个副词 我将不会放弃 什么这样子的情况放弃呢? 半途的,这是一个副词 halfway加上去半途的 我想这些字都不算是困难 都是各位可以做得出来的 这样子写出来,各位检查一下 when I learn English 主词动词,带一个子句 I will never give up halfway 主词动词句点 这写出来的句子交出去 是绝对正确的一个句子 那么如果我们再能够加入一点变化 那你的分数就更漂亮吧 我们看到这个子句里的主词是我 这个母句的主词也是我 两个都是我 那么我们就把子句的我给省略掉 把动词改成ing的现在分词 这就叫做副词子句改成分词句 go 这时候就会变成when learning English 变成了一个子句的变化 后面I will never 这个never在英文是一个否定副词 可以做倒装 把它摆到最前面,加强语气 把never掉到前面去之后 各位看到I跟will会倒过来 会变成will I 本来是I will never 变成never will I 好,那么我们把后面的句句写下去 give up halfway 最后重型的 when learning English never will I give up halfway 当我学英文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放弃 各位,这个句子交出去 最后的这个句子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 一个好句子 这一定会得到非常高的分数 再念一次 when learning English never will I give up halfway 所以写英文的写作考试 利用六个符号来 这个准备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工具 欢迎各位用韩寿的课程 这是一个证课 来学习整个文法的一个思考架构 再到网络会员区去做 或者听这个考题的练习 我们相信六个符号英文法 是最强最有效的学习力气 当你要准备各项考试的时候 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增加百分之三十的成绩 刚刚才我会有一个任何的课程 请你把那个课程中 我们来课程中